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的时候正好是SARS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刚刚好是第一年在医院实习 然后那个时候医院出于保护我们这些实习的学生 就没有要我们在医院里面留下来帮忙 到了现在那个冠状病毒现在出现 我就觉得可能是时候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回去医院帮忙 同样准备好上战场的还有美容医生苏晓婷 31岁的她曾在政府医院任职 并有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经验 我们是读了五年也有这个可以帮助的能力 现在毕竟美容医科都停业了 所以现在有比较多的闲控吧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用这些多余的时间帮助一下 申请后资料会成交卫生部审核 当局会根据申请者的专业进行配对 小婷已跟当局进行初步沟通 他们除了确定一下我有空 另外一个也就是确定一下我对分配的地方OK吗 其中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在Expo 那边就是主要看已经被准断有COVID的病人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我们宿舍那方面 帮助给予那些国家医疗这方面的支持 跟community clinic 毕业于国大药剂系的赖一峰 先后在政府医院药剂部服务 去年加入卫生部医疗护理转型署 赖一峰的妻子也是一名药剂师 疫情期间除了应付门诊病患 送药上门等需求也增加 药剂师工作强度加大 他都看在眼里渴望分担 我可能可以在综合诊疗所的门诊部 或者是送药上门的服务后勤方面 负责一些检查处方的工作 发药的工作 又或者是到医院去帮忙 给予一些前线的基本的药剂服务都好 我觉得这些我都可能还可以送药 过去十年一峰一直在社区当志愿者 这一次听闻号召 他同样义不容辞 他说唯一的后顾之忧就是两岁大的女儿 因此无论怎样都会格外小心 做好防护 确保自身和家人健康 36岁的魏玉莲 则在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任职 在报名前 他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妈妈这关 扰人家嘛 然后可能他们也不了解 比如说你这个行业是怎么样 他们就会害怕 妈妈给我妈做思想工作 我爸爸和我老公他们也挺支持的 所以就一起睡过妈 虽然已脱离临床护士行业长达七年 但他直言对自己有信心 这七年来我觉得我也不会就是说 间断就去学习医疗上的知识 我觉得就是给一段时间 然后让我们慢慢去适应 可能就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我觉得backup应该不会太难吧 无论正从事什么职业 他们都不忘初心 希望尽己所能 强大我国的医疗后备团队 我是希望向所有的前线医护人员致敬 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穿上 密不透风的PTE 更加感谢你们能够让患者安全地回家 我们这些资源者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加油 别气馁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好 也欢迎你浏览8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施承时事Facebook页面 来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施承有约 我们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